台湾大选选战 各家候选人拼场造势 除了口水战之外 有一样让人垂涎的台湾庶民小吃 总能在每次的选举中沾光 那就是鸡排 首先是清明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 在脸书发文 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拿到八百万 正负误差百分之二十的选票 就发送价值台币一百万元的鸡排 再来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 在台湾网络节目《伟汉观点》 接受主持人黄伟汉访问时 打赌韩国瑜大选将赢对手九十万票 不然就发放两千七百份鸡排 这样的说法 却让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不以为然 在脸书上喊出 蔡英文当选请一万份鸡排 而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赵绍康 在网路节目乡名来冲康 豪赌两万份鸡排 稍后更加码到三万份 让台湾总统大选 飘散浓浓的鸡排味 赌鸡排 这是台湾近几年 在选举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显著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政治文化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赌鸡排呢 坦白讲 第一个 鸡排是台湾各大夜市 都一定会有的平民美食 赌鸡排比较简单 赌鸡排会比赌牛肉面要简单 台湾网红宅神朱学恒 在之前高雄市长选举时曾说 如果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 就要请吃鸡排 后来承诺兑现 与韩国瑜一同发放超过两万份的鸡排 此举轰动一时 还登上外媒新加坡联合晚报的头版 这家在高雄的鸡排连锁店 就曾参与当时的鸡排发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旅游频道 CNN Travel 曾经介绍鸡排是台湾四十大美食之一 并指出台湾的炸鸡 应该在炸鸡名人堂中 享有特殊的地位 在台湾我们炸出来的鸡排会比较多汁 那会比较不干柴 跟一般做法的那个鸡胸肉 它会是不一样的口感 所以在台湾上面 很多人会喜欢吃鸡排的原因就是这样 那它也很大块 也有饱足感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 台湾的民主与选举 不能用鸡排来决定 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靖云 是规划台湾十六年的台湾新住民 他认为这是一种选举策略 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要吸引人 到最后就是这个目的 那就是你的策略对不对 你的策略对象是谁 有的一些很容易接受这种吸脑 反正就是很容易给他吃什么 他就吃了 但是也有在台湾也有足够的人 是会自己思考 政治人物及名嘴赌鸡排风气盛行 引发大选意图使人当选或不当选 以及赌博的疑虑 台湾法务部表示将以个案认定处理 此言一出 国民党候选人谢龙杰稍后在脸书发文 将鸡排赌注改成三十万元台币捐款 给社会弱势团体 而一片约台币七十元 相当于二美元出头的鸡排 真的能影响选举结果吗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来讲的话 他都会创造网络上面非常大的一种话题 也能够创造媒体聚焦讨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些鸡排或者是吃鸡排的画面 他又非常的简单 能够在社群里面不断的去转传分享跟流动 他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扩散的一个力道 台湾大卷飘出鸡排味 但是台湾民众则不愿鸡排染上政治味 因为它是一般庶民生活上的小确幸 台湾鸡排特别香 那其实鸡排配珍奶这种东西 它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餐点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感谢观看